各位同学好 我们来看万有引力的第二个范例 这一题也是非常的简单 那它这里是呢 有一个火箭 它在地球和月球的连线上 那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地球和月球对火箭的吸引力 万有引力是合力为0 这个可以想象一下 火箭比较靠近地球的时候 它受到地球的引力比较多 它也有受到月球的引力 但火箭比较靠近地球的时候 我们可以想见 火箭就比较容易被地球吸过来 那火箭如果比较靠近月球的时候 它就比较容易被月球吸过去 那所以在地球月球的连线上 我们应该可以找到一个点 是刚好来自地球的引力 跟来自月球的引力 一样大的地方 那这个点就是题目想要问的 两个星球对火箭引力合为0的位置 距离地球多远 距离地球中心多远 所以我们就假设 这个火箭 它受到地球引力 和受到月球引力 抵消的这个位置 距离地球X 好那我们就来列示 首先是地球对火星的 不是火星 然后地球对火箭的引力 就可以写成 大G乘上地球质量 但这边呢 题目有给一个条件叫做 地球质量是月球的81倍 所以我们全部都把它用月球质量表示 地球质量是月球的81倍 所以写81m 然后再去除上X平方 然后这个月球对火箭的引力 就是类似的 大G乘上月球质量m 乘上火箭质量m 再去除上D解X平方 因为题目有说 诊断的长度 两星球连心线长度是低 所以这两个大小要一样 方向要相反 所以这样解联力下来 就会得到 就会发现这个G会消掉 大一大一小掉 小一小一小掉 所以就会得到 81除以X平方 就会等于 D-X花号平方分之1 稍微整理一下 那这一个呢 它的 开根号的时候呢 只需要考虑一边的正负就可以了 因为像这个 像这个X平方开根号 去掉平方变成 有可能是正有可能一负 那这个D-X去掉平方 也有可能是正有可能一负 可是正正跟负负 正正跟负负是一样的 因为等号两边正和等号两边负是一样的 那等号两边一正 等号左边正右边负 等号左边负右边正也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 直接写等号的其中一边 有正负号就可以了 例如说 例如说 正负9 然后去除上X 就会等于 D-X分之1 这样子 所以最后我们就会得到 9租减9X等于X 或是9X减9租等于X 所以这样得到X会等于10分之9 租或是8分之9 可是X必须要小于租 因为整段是租 X比租还要短 所以9分之8租是不合的 答案就是9分之9租 好谢谢 谢谢